Hello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看Wonning Man 和不怕怕的兄弟呢? 有沒有看裡面靚靚的主角? 宋之勾和Angela Baby 就是Angela Baby 不過要選一下氣氛 那大家看了之後 你們又認為怎樣呢? 宋之勾是一個怎樣的人 而Angela Baby 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宋之勾又稱好運女王 是怎樣好運法 不是,幸運女王 他怎樣幸運法 嗯... 幸運法 他每一次玩一些包剪集啊 那些 是說一些靠運氣的東西呢? 他一定會吃 嗯... 比如啊 嗯... 在Wonning Man的XX集呢 他有說過的 因為我太喜歡他有水 所以是要玩他 嗯... 那Angela Baby呢? 他是甚麼技能啊? 嗯... 這件事真的要思索 技能? 可能 根本Angela Baby的目標 他只不過是送紙下的複製品 Angela Baby 只不過是一個 複製人 Angela Baby 有甚麼呢? 失散嬌 睡著頭髮 不就是這樣啊? 這一下就像愛成س入年那高分 他也沒高分那麼有本事啊 嘩我那麼黛 他自給你的樣子 非常漂亮 那隻鎚是不是 這又都會接野啊 甚至嚇我厲害了 又是睡覺女神 在任何地方她都可以睡得著 任何地方 是沒有錯 是任何地方 她睡的是不用擋頭 屁股要蓋過頭 她的臂力是很厲害 亦都是Warning Man 那裡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鮮明牌 最後一個運動員 藝人運動員 還是運動藝人呢 你不知道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什麼都懂 是不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是她的粉絲 Andra Bab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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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 Aun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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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我覺得 她也覺得好好的 Angela Baby 真的想過東西 我不是誰 而且我覺得 這塊兒的朋友人真的很努力 我覺得它的不好 所以 其實我也抓得磨悉自己的立場 但是 不知道是誰 I don't know 今集的VSPK賽就完成了 拜拜 希望你們會like和訂閱我 下次見